恒大命悬一线会成为08年的林曼兄弟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顶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你有买过恒大的理财产品吗 周一全球股市暴跌 港股也没有办法幸免于难 其中最近深陷财务危机的恒大盘中一度跌超19% 那从今年以来 恒大的股价已经截至目前为止跌去了85%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地板斩 那作为靠着中国房地产红利起飞的房企 恒大政府会选择救还是不救呢 还是会任由这家大到似乎不能倒下的企业倒闭呢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恒大一旦倒下的话 是不是会引发一系列的更多的金融危机 而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呢 首先我们说要救的理由呢 肯定有很多 恒大财富呢 是作为恒大旗下负责理财产品销售的这么一个基金公司 而恒大发生财务危机以来 被很多无法实现兑付的投资者 是围堵了它位于全国各个地方的总部和分部 根据目前市场的推测 恒大财富目前还未兑付的金额呢 是达到了400亿元左右 但是呢 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根据恒大最新披露的这个中期报告显示 截止到6月底啊 恒大集团整体的总负债 是达到1.97亿元 也就是说恒大财富 其实涉及的金额只占到这个数字不到2% 这么一个比例 而这个数字又有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啊 南非整个的GDP 那即便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 也占了中国GDP的2% 其中呢 恒大的债务当中啊 像是债券和银行贷款 是达到了5718亿元 所以如果恒大一带倒下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 像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财务危机 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另外呢 尽管恒大目前手中 持有相当多一部分的土地和房产 还没有到资不抵债的那一步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哪家企业 有能力接盘恒大如此大规模的资产呢 那更重要的是啊 如果恒大这个时候 为了解决它的财务危机 选择低价出售它的土地和房产的话 那么势必会对其他房企的利润空间 造成挤压 让原本也深陷淋鱼的 万达 富利和碧桂园等等 这些企业也面临类似的情况 从而引发地产行业海啸 造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影响 根据呢 去年发布的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呢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护军总资产呢 是达到了317.9万元 那其中的住房是占比了七成 房贷呢 是目前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 是占了总负债的75.9% 所以相比房价上涨面临恒大的违约风险 那么需要更加担心的 其实是房价的大规模下跌 但是呢 其实政府如果选择不救的话 理由呢 也有很多 首先啊 是近几年来 其实国家一直大力调控楼市这么一些政策 强调呢 房地产行业的这个去杠杆化 那去年8月份的时候 政府呢 也是要求房地产企业来控制它的负债规模 具体而言呢 有三条红线 如果踩了其中一条 那么企业的年负债负数呢 是不得超过10% 如果踩了其中两条 那么企业的年负债增速呢 是不得超过5% 而如果三条权重的话 那么企业就不得新增有息贷款 而在房产这个房企巨头当中啊 三条权重的企业有三家 这其中呢 就包括了恒大 而不能借薪债债 就意味着恒大 没有办法借薪还救 政府也是密集出台了一些 抑制房价上涨的相关的政策 要求打击不合理的需求 使得恒大住房销售的回款速度呢 也是有所下降 所以由此可见啊 其实政府对于这个房地产行业 调控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而如果面临恒大的这一个危机 政府一旦选择要救的话 而恒大背后又有很多 类似这样子情况的房地产行业和公司 像是刚刚提到的富利万达和碧桂园等等 在去年年底当中啊 很多国企呢 也是面债务违约 那我们看到政府呢 也是打破了国企信仰 并没有选择去拯救这些无力还债 而又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 那么对于恒大目前的危机 政府选择去兜底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如果我们回顾海航集团和安邦的这个危机当中 我们会看到最终他们的解决方法都是由政府出面 来派驻工作组进驻进行资产处置 但是这一系列路呢 我们看到其实更像是有序倒闭 那尽管啊 澳洲啊 是身处于千里之外 跟恒大事件呢 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啊 周一铁矿石的价格却跌破了100美金的关口 似乎也是说明了铁矿石的命运 跟中国房地产市场呢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我上周五啊 在电台节目和视频节目当中也有提到 在目前中澳关系逐渐交恶的情况下 如果再遇上中国房地产行业大的变革 那么接下来铁矿石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根据最新的消息 在视频录制的前一晚 也就是22号深夜的11点 恒大集团召开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许家印强调 集团各级领导必须要坚守岗位 全力以赴抓好复工复产 千方百计保交楼 那许家印呢也指出 只有这样子才能保障业主权益 才能确保财富投资者能够顺利兑付 逐步解决上下游合作方的商票兑付 陆续归还金融机构的借款 那就在视频录制的今天 也就是23号 今天恒大开盘之后盘中一度暴涨30% 那市场呢目前也纷纷猜测 这个暴涨也是释放出了 政府有可能出手拯救很大的这么一个信号 那截止目前视频录制的时间 恒大已经上涨了19% 但是最后啊 不管政府选择救还是不救 可能结果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啊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在之后将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而靠着炒房暴富的神话 也有可能会成为过去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